东方卫视记者提问 我们关注到日本防卫下 冰田静一在接受日本工程社的采访时 谈到高超音速武器时表示 近年来 日本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包括大幅增加防卫支出 大力发展反导外空 高超音速武器等军事技术 强化美日军事合作 谋求发展所谓反击能力 甚至有人鼓噪要同美国搞核共享 这将严重违背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政策 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日方应该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切实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以真正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 防卫政策 感谢了 感谢观看